大家好,我是田园阿婆 最近阿婆家后院新铺了地砖 正好借这个机会让阿公给大家介绍一下铺砖的全过程 我们这次铺砖是请了专业的园艺公司的人来做 其实如果你要自己DIY的话,也不难 首先你要计算好你要铺的这个形状面积 然后你可以请建材电人员帮你计算一下所需要的砖和砂石的量 如果你没有合适的运输车梁,你可以请他们送货上门 这可能需要收一些费用 铺地砖一般需要几个材料 地砖 碎石粉 碎石 用固定的塑料边条 好 还有铺好后需要一些胶砂填缝 材料备齐以后 第一步先把土地平整一下 就是要掌握好大致的水平和坑度 第二步呢 把地面焊死一下 如果铺砖面积比较小 可以用手动的焊地工具 Garden Hand Temper 在Home Depot就可以买到 如果面积比较大 你最好要选用 亨地机器 叫Ground Compactor 这样就比较轻松 在Home Depot也可以去租 第三步 拉线确定位置和边界 第四步 填碎石 有人会在这一步先铺上防草布 先找出四到六个点 一般在四周或者中线的地方 如果面积大的话 可能要更多的点 铺上一些碎石 再放上一块砖 先确定每个点 砖表面是水平的 再用一根平直的木方 确定每个点之间都是水平的 接着就可以把碎石填进去 大概一寸左右的高度 爬平 再用机器焊石 右部铺碎石粉 和前面一样的方法 找出几个点 铺上一英寸左右的碎石粉 用砖头测水平 这就是整个碎石粉的高度 在整体倒入碎石粉之前 还要用两根直径一英寸左右的铺管 拨在两边 这是测定水平的最好方法 铺管与刚才几个点的 碎石粉的高度气平 可以在头上一角碎石粉 那个点上留一块砖 铺管紧贴着底部插进去 摆放水平 然后再倒上碎石粉 固定铺管周围 铺管固定好以后呢 再把碎石粉填满 最后再用一根平直的木方 架在两条铺管上 顺势拉平碎石粉 第六步 抽掉钢管铺砖 铺砖的时候要注意几点 一是要看清砖的正反面 二是踩着砖 一步一步往前铺 不要踩着砂石 第三是碰到不平或突出的地方 用香蕉锤敲平 第四就是要清拿清放 岩石和风 在我看铺地砖最难的地方 除了找水平以外 就是遇到这个不规则的空间 你要去切砖 切砖的机器呢 比较专业 一般的锯子也不行 但是这个可以去租 最后把砖面清扫干净 倒上胶砂 来填补砖缝 用扫把前后平推 让胶砂尽可能多的流入砖缝 现在就可以上封边的塑料编条了 用长钉把它打入地下固定编条 周围暴露的地方呢 可以填上碎石 或者铺上草坪 这就是我们这次铺地砖的圈过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准备 铺地砖缧 珍技码